他是在黨國的影響之下 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實我們現在的司法人員 我們都覺得這不是都是法律系畢業的嗎 這不是有受過嚴肅嚴格的這個法律的素養嗎 其實大家都錯誤認知 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有很多的司法人員 就他的法學素養本身就有問題 本身就有問題 然後我們這個法學這個司法體系裡面的反淘汰機制 基本上幾乎是不存在的 就跟大學裡面教書一樣 我可以教一輩子 他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反淘汰機制 我們到中小學去 我們的小孩子送到中小學去 我經常也面臨這個難題啊 小孩子在學校裡面老師教的真的有問題 對小孩子講的話你聽得很生氣啊 可是我身為一個家長 我就經常陷入這種天人交戰 我一定要去跟這個老師講 因為一旦我去跟這個老師講 他把我的小孩子當作眼中釘 那我就完蛋了 我跟他講一次 我每天必須要讓我的小孩子每天跟這個老師朝夕相處 所以我就整下來 這個黃新生老師可能搞不好比我更清楚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就會陷入這種天人交戰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政府體制裡面 我們設立了這些公務人員 這些官職人員 他設立了一個機制 他是反對反淘汰的 就是說他對於這個所謂的我們說去除劣幣 然後這個量幣去除劣幣的這個現象 他是不允許他發生的 我們是在持續性的進行一個反淘汰機制 是這樣劣幣逐漸的在這個政府部門裡面成為主流 這種情況之下 你所質疑的問題 就是一個很龐大的社會問題 他就不是一個單純的 單一議題說 為什麼這個農地會搞這個樣子 因為管農地的人不敢管農地啊 因為我過去搞不好已經變更了好幾塊土地 收了紅包了 如果我今天突然間正做起來去管農地 那以後以前的那些蒼包被挖出來 我這個官位就不把辣 所以我要持續的黨眾不知道 所以管農地的人 絕對不會對農地發表任何的意見 那所以回到你的問題 我覺得是我們公民社會應該要重視的是 政府裡面怎麼去建構一個比較良善的淘汰機制 淘汰機制而不是反淘汰機制 這個搞不好是我們要追求的目標 我們要努力的方向 想像一下 如果我們的公園 每一年都有5% 10% 隨時在擔心他可能會被淘汰 你說啊來個反淘汰 十年下來就洗一圈 十年下來就洗一圈 這樣警官之下 搞不好 那個監督機制會存在 我把它扯得很遠 好 連線啊 連線啊 連線大家都認為 你有機會更接近全力中心 可以主持這個土地正義 但是你放棄原來那個機會 還是留在你現在的角色 那你是不是有一套你自己的想法 把你的想法反映給我們現在的全力掌握者 讓它改變原來的那種模式 比較新的 比較接近民意的那個思維 來主持這個土地正義 其實 那其實我也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就是 我只是什麼爆派的副市長 我也搞不清楚 林佳龍也搞不清楚 所以 我想 因為這 我們當初 就是林佳龍十年輕到 台中來經營的時候 我們是因為有 比較接近的理念而結合 就是我們在幫他做一些事情 我們從來 我至少我個人 我從來不會認為說 我是在幫林佳龍 那我也不希望林佳龍認為說 我是在幫他 然後是無限三剛的幫他這個人 那至少這個 我不是這麼認知 因為我在學術界 我也有自己的工作 我都希望為了他 就是 他offer我什麼樣的職位 我就要放棄我現在的工作 所以我說 這十年來我們跟他合作 在有些議題上面 因為裡面接近 所以我們可能會發出聲音 然後 這個 不一定會達到那個效果 可是至少我們在公民社會裡面 至少累積了一些能量 至於說林佳龍當選之後 就是 當然就是會 的確會陷入那種掙扎 有些人會質疑 像你為什麼不進到市政府裡面 去實際的擁有那個權力 去做必要的改變 那我是覺得我沒有把這個權力 這兩個字眼 載化成這個 這個當官 然後就可以做事 因為我自己的判斷 就是我當然是社交機的判斷 以目前台中市政府的 這個權力結構 特別是他的公務員的這個 權力結構 我個人是沒有能力去改變的 因為我真的不清楚 林佳龍 他可以被扭到這個程度 其實林佳龍在這一個部分 是沒有很大的 跟台中市的事物問題 那就是當然是他的政治環算 有些動作 好! 好! 大家也有為這個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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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